下半年汽车行业可谓是天都塌了 家人们暴风雨即将来临 现在暂时风平浪静 那么好 如果说你现在是刚需想入手一台新能源车 应该怎么买才不疲惫呢 兄弟们 现在如果说我 现在非得让我去买一台新能源车 兄弟们 我就10到20万 如果说新车的话 考虑销量排前三的 你比如说比亚迪啊 或者是爱安呢 销量比较好的 而且记住了啊 销量得稳定 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好 而不是突然一军突起的 这两月好上了 那不叫好 那从头到尾销量不错 稳步增长 或者是非常平均销量 那才叫稳 买这样的它不会匹配 因为什么 因为你比如说现在你买新能源车 你买个新势力 万一说你变成了曾经的横什么车主 对吧 或者是为什么车主 那你不天都塌了吗 家人们 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企 亮红牌的 亮黄牌的 或者已经倒闭的 已经坚持不下去的 销量散不去 你想想 这些个已经倒了的 黄了的车企有多少 从年初到现在 数不胜数了吧 兄弟们 超过五位数了吧 不是五位数 五家车企超过了吧 把你现在所知道的 已经坚持不下去的 新能源新势力造车以后 或者新势力 专门新能源做这些个电车的车企已经挺不下去 已经倒了扣到供屏上 给咱这一家二块BB坑了 然后你如果说超过二十万 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感觉都会疲惫 过了二十万 你再买新能源车 下半年 你各地都有正负补贴 还有新能源车现在陆续也在降价 燃油车也挺不住了 你就想吧 燃油车现在多疲惫啊 下半年 价格战还得是打得水深火热 如果说不打下个战的情况下 你想过没有 它可能是加量不加价 何为加量不加价 就是你可能你现在花个二十多万 三十多万 你买了一台新能源车 它可能续航六百公里 下半年 没准给你来个同样价格 给你来个八百公里续航的 这也不是不可能 对吧 毕竟很多车企 它其实现在卖车 它不赚钱 所以只能 以换种方式营销 去做自己的车型 去抢占订单量 你想想 特斯拉还没放大早呢 如果说特斯拉九月份 新款的猫山排产 它之前再给你做一个 老款特斯拉 价格往下放 新车降到二十万以下 老款的特斯拉model 3 跟很多主流同价位的 自主品牌的新能源车价格差不多的话 你想想 大部分人我想还是会选择特斯拉吧 对吧 兄弟们 毕竟 嗯 这个也不方便多说 好 个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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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